現在好了很多 原因是什麼呢? 有一位朋友給了一隻 叫做什麼? 虎語靈智 挺好喝的那隻東西 一個獨立包裝就帶了出來 真的挺好喝了 每月喝了 挺信憑 有朋友買了日本一隻藥粉 給我說清廢的 清汽管的 再加上我朋友自己弄一些檸檬 甘吉 挺好喝的 挺好喝的 有些像我們吉仔水 我們小時候吉仔水 Lucy你未必知道 我們是廣東的 她是帶甜的 她說你太太弄開 又見我咳成這樣 整個肺爐鬼的 整個一瓶給你 結果我喝了真的挺好 所以我每次做節目 我喝了喝 喝了之後呢 就真是調戲順一點 真是感謝 感恩 我很感恩 我很感謝 我很感謝觀眾這麼關心我 我以為一條老命啊 你也知道我們 真是不能夠老實你這麼美女 這麼多人關心 我們這些老人家 很難得有人這樣的關懷 真是很感動 真的很感動 這些老人家最近有一宗香港的新聞很好笑的嘛 就是說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家 娶一個小時候三十年的女人 又打算借一百萬來做生意 等於被子女停下了四百多萬人 在香港人家的麻戰很好笑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這位老人家 那麼迷戀一個小了三十年的大陸女人 其實是他們很需要有人關心的 那當然 這些是我說的 我不要再說這些話 此之為人家事 但是呢 你不作一個提防的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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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子女 在銀行那裡桌了錢出來 就怕你被人欺騙 用這個藉口 怎麼都好 始終你的家就是家 就是你的原先家庭就是那個家庭 你太太走了 沒問題 但是呢 你那個新婚夫婦 新婚太太 一下子就結婚了無奈 就馬上跟你說一百萬做餐飲生意 她之前沒做過餐飲生意 她說還可以做 餐飲生意哪可以做 今時今日在香港 老實實 就是不怪得你那個她家裡的那個小女 就在師姐銀行那裡 預先提走所有的錢 就是避免一個損失 這樣子 就是無論怎樣都好 別人家的家事 但是我們這些花生有 就這樣看著來這樣去看吧 剛剛的老實 另外一件事 香港呢 這個禮拜也是一個花生 就是今年KOL裡面那個 或者Youtuber裡面那些軒然大波 一波一波一波 包括我自己本人作女 但是那件事我不想做 那件事是什麼呢 事源就是 我們香港呢 就是有我這樣一個資歷的話呢 都應該認識翔叔的 陳翔先生 我年輕的時候 我入行的時候 都曾經做事的時候跟他交流過 就是現在講起三四十年了 非常好的人 翔叔 就是我相信呢 在這行裡面呢 沒有什麼人在背後說的是非呢 就是翔叔是一個 真是一個表表者來的 人非常好 也非常幫助年輕人 我都記得我們入行的時候 那些四年輕人啊 那個時候 那時候在啟德機場做事 他有時候都指點一下 就是見我的機器啊 有些什麼啊 喂 那個機器你要這樣 要有些什麼保養的啊 怎樣怎樣的 就是你請教他啊 那些剛道應該怎麼去教啊 就是他是很謙虛很謙虛 就是翔叔的身份 他只是跟你指指點一下應該怎樣怎樣的 就是很難得的 他很肯教年輕人那些的 他從來不會說 翔叔你年輕人就走開啦 不要阻止耶穌 因為沒有這些事情的 人非常好 也都在過去幾十年的 香港的新聞工作崗位上面 拍了很多很難的 就是勾起了很多香港人的回憶 就是掌握著鏡頭的瞬間 印象很深刻就是說 在新界拍到那時候所謂的 1962年大饑荒的時候很多人 逃離香港 那你一抓 那時候香港的大陸政治 總之被人抓到就要馬上遷返 如果你偷了一些進去市區 你就給他身分證 那時候翔叔在新界就拍到一對夫婦 就哭著這樣就揹著一個小童 這樣去隔著一個豬童車這樣上回大陸 就是很震撼的 那些照片是 就是一個很成功的攝影記者就是 無需要寫太多caption 而是透過一個鏡頭 又知道他在說什麼故事 就好像很出名啊 在月刑期間一個水手 一個水兵啊 在船上那個水手那個洞啊 在船上還有一個最奇寶的小姐 這樣跟她 farewell啊 就是這些已經是說了很多香港 我們那個年代的那些故事 就是香港曾幾何時 是很多很多 每個星期五六天 哇那個時候灣仔那裡呢 很旺的 很多水兵啊 來休假啊這樣 就是替造香港很多夜夜經濟 也都養活了很多個家庭 就是這些故事很多 那就是喬叔呢 就出了一本東西 不是 劉曬梁先生就是以前香港中央政策組 他也是我們新聞的行家 就是出身了 出了一本書 叫幾年前 現在說幾年前 鏡頭下 鏡頭下 鏡頭下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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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呢 記住啊那本書叫什麼 鏡頭下的歷史 破製號 陳翹 那件事怎麼樣呢 就是不用我多說了 就是她的家人 陳翹的家人就說 喂 你沒有得我先扶的同意 你就這樣 怎麼知道 那麥西梁呢 就說喂 他們同意 南華早報同意了 怎麼樣 就引起 那些 的糧粉 就是劉世良的粉絲 因為他本身在那台的城寨 那就是 假裝劉世良的那些人 那件事呢 這幾天就有些發酵 就令到香港的KOL呢 就很多群體而攻之 那 老實說 有不少的乘機抽水 這個無可否認的 嗯 因為她是 劉世良呢 兩夫妻呢 她是一個所謂的 KOL的界別裏面 尤其是黃絲的KOL界別裏面 她是最有錢的那個 那難免有些人呢 就 厭富賢貧啦 就有些這樣的味道出來 那整件事來看 我看一下幾個點 第一 那本書既然有書的名字叫做 鏡頭下的歷史 破字路陳橋 聽清楚一下 陳橋 你既然有陳橋兩個字 灌了名字上去的 那你是不是 你作為劉世良出版業的一個老爵了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應該要怎樣都拿到陳橋先生的 黑子白字的授權書 這個很簡單 其實這件事你不用說到那麼複雜 就是等於 劉世良說 我拿了南華早報的授權 你不要你南華早報 CMP去那個授權 現在被人揭露了出來 被阿羅因爲 也跟我以前的同事 揭露了出來 當日南華早報的授權呢 就以為你是 給陳橋那個90歲那個生日 你這樣的授權你用的 原來你不是說 授權是那本書的用的 有一點點取巧的 這件事 但是先不要理會這件事 現在問題就是 你用得陳橋的 你不是第一天做出版的 你有一間上書房 誰都知道 這個香港人都知道 你做得出版的 你灌明喬叔的 你怎麼可能不拿喬叔的授權呢 你說人家給你手指 你口頭上 他答應了 No way 不要玩啦 你說我做這些事情 我還沒搞出版 我犯這些什麼 低級錯誤 就有可能的 你劉細良 加上你太太這麼精明的 Carmen Kong 你有沒有可能做柳這件事呢 所以徐少華 她的質疑呢 是對的 因為我看這件事 我第一個判斷就說 那個名字 你用了陳橋 你沒有理由沒有理由 不可能 你說你失責 好了第二 現在爭論一個問題 陳橋 包括王世襲 在德國那個 她說 既然一天在CMP去做的 她拍的照片 那個版權都屬於SCMP 那 這件事其實呢 就似是而非的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誰都知道我曾經在ATV那裡做 我在ATV裡面拍的製作的節目 好像大余合史宴文的廣東話版 是我創作的 那個版權當然是ATV 當然不是我啦 但是這樣我出來 離開了ATV 那我自己寫的文章 難道又會上ATV嗎 不是的 著作權的版權有兩類 好像說在公司裡面 歸了公司 我是同意一件事 你陳橋拍的照片 如果在SCMP裡面 旗下的刊物出過的 那個版權當然是SCMP 不用想南華早報啦 但是 同一部相機 因為 喬叔那些人 那個相機是 不會離身的 剛剛 收了工拿一部相機 在吃宵夜 突然發現有一件事 很值得拍的 拿了照片 拍了照片 拍了照片 但是他沒有交給公司 他自己作為一個留念去搞 這樣自己存起來 那個版權是屬於誰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如果還沒有在SCMP出現過 那個版權其實是可以爭辯的 但是 版權 有作者 一個所謂的 好像我們寫文的 有一個production right的 創作權 一定是創作者本身 那個版權 創作者本身死了 那怎麼辦 是有繼承的 他的後人是可以 拿這件事出來去 去爭取的 去爭取自己的權益 所以說 版權 copy right 和production right 是兩件事 現在陳橋 就是一定的production right 就是這件事情 其實 非常簡單的 對不起 也不是這麼複雜 應該說 劉勢良如果真的有 陳橋那個黑子白智的授權 他拿出來 就說了 劉勢良整件事來講 是做得最不適合的 就是他 在節目裡面 梳士班聽眾 他的支持者 去攻擊 羅恩惠 就是conney 這個 這個 檔案 那個網站 或者去射一些 他認為這件事 他就將它上綱上線到 你 這件事呢 因為我在海外 召集很多 反香港政府 反港共政府的事情 他們無時不想做 做壞我們的 就是這件事 最有目的 如果令到城寨消失 大家就損失了 NO 就是不要將那個道德高地 就是放在自己的頭上 就是不要用這種名義 去進行一些 我不想說他是不法勾度 因為這件事未來到 我也不是他不 我覺得是那個 就是做做奸犯科的 就是不要 就是 米蘭坤德拉說的很適合 不要用偉大聖結的名義 去殺人 這件事共產黨是最拿手的 而劉細良今時今日 竟然用這些手法 喂 你誰攻擊我 那個就是共產黨的同路人 你其實是想說這件事而已 然後黃絲圈裡面 就拿了那些人歸邊 拿了道德高 哎 誰動我我就殺了 怎麼知道 所以阿康尼今天 最新也是出了 和南華早報也出了一個聲明 就確認了一件事 就是之前我一直懷疑 南華早報的授權 其實是課 就是當時你和南華早報談 就是幫阿翔叔九十歲 出版了什麼話策 上攝影集 用這個理由的 沒有講過謀利的 這件事我覺得真的 劉細良真的要解釋 劉細良真的要解釋 就是南華早報也有證據出來 大家對質 你說當時什麼時候簽的 就是那個授權 你這些是跑不掉的 還有有很多事情 我會覺得 怎麼會在KOL 現在變成一個花生呢 你便宜我便宜你呢 就多少和阿細良 兩夫婦去處理這件事 如果這件事 阿翔叔的後人 只是覺得不對勁的 為什麼你一開聲 就說人貪錢呢 這個是人格謀殺來的 我覺得一開始的時候 不好意思 我們可能有一些誤會 我希望我們私底下 盡快聯絡上 或者請阿翔叔的家人 都在加拿大 據聞都 要不上你那個台那裡 大家三口六面講清楚了 是不是 很簡單的處理 但是呢 一開始他們就 輸了一個 扣別人的帽子 結果那件事呢 就越炒越大 然後那些事情 剩下來了 不離我之前提過 那兩個觀點 第一個呢 就是 那個版權 和創作權 是兩樣東西來的 是兩樣東西來的 就是喬叔的家人 其實是 我的角度 是有權去追蹤的 至於說 那個小錢 你爭論了什麼 你講來講 那幾十萬芝麻 不是淺多與少的問題 是正義感的問題 是件事的 是非對錯的問題 第二個呢 就是 任何無論任何人 你用別人的名字 你是這樣不脫一件事 你一定有人一手 就是第二個做 第二個做漏了我 我笑一笑 你劉細良 沒理由不知道 絕對沒理由不知道 所以 這件事 我不是站邊邊 就是細良 我跟他不熟 不熟的 不熟的 你貪錢啊 你騙錢啊 你騙錢啊 就是不用這麼快去講這些什麼 真的 不要的 就是平心靜氣 就把這件事說出來 好像我這樣 我第一天聽到這件事的時候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那本書的名字 如果你說是鏡頭下的歷史 沒有下面那個破證由陳翔的話 你說那個copyright 不需要陳翔認可 你都還講得過 但是你用得陳翔的名字 你就沒有這個 這個授權 是不是 一定拿承認的 這件事是網咬的 OK 好 那社哥 美國智庫就發表一個 美國香港關係的一個報告 提出了三個 怎麼說呢 政策 就是說 第一呢 美國和香港 美國是懲罰香港 第二 撤銷所有香港的特殊的待遇 不好意思 第三呢 就是策略線接觸香港 就說 現在香港已經全方會被中共侵殺了 所以美國有必要改變 美國對香港的政策 所以都想問一下社哥 現在這個報告出來了 是不是意味著美國對香港的政策要改變 和香港有什麼影響呢 我一直都說 其實最主要不是美國對香港 我們看東西看的範圍 是美中的關係 美中的關係 一旦繼續破裂下去的話 香港一定受到慈喻之殃的 你是不能走的 正如我說上個月 阿耶倫去完 接著她說這些話 就超越了她財長的身份 說了一些國防的那些事情 我覺得已經有問題了 接著布林肯來到 你就用一個很老實說 是怠慢了人的 即是 不是一個 像一個接待 一個客人的態度 正如一個說 你來一來 一放馬過來 我不捨你 那我應該說 香港大會 是不是 我已經說了 未來 那一頭半個月 應該會有些事情出來 不知道到時候 香港會不會受影響 結果 香港受到波及了 現在是智庫說的 你會留意美國人做事 做之前 先些資料出來給你 就看你有什麼反應 現在智庫出了聲 就看看這一兩天 香港那些愛國分子 我不敢說他們叫愛國賊 那些愛到上頭的 那些什麼陳明欣 那些又說是佔領美領使官 那些人 不知道他們那些人 會不會多口說話 就是 現在最大問題就是 如果一旦那些人 有些過激的行為的話 最主要是在美國人的眼中 你後面那個中共 是怎麼看這件事 哦 原來你中共 就是我們會覺得 我們可能會看到 阿爺都未必控制到這些傻傻的 這些什麼人的過激行為 過激的言論 但在美國人眼中不是這樣看 他只是說 這些說話一定是你中共在幕後指示這樣做 對不對 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 強壓你香港就有理 有理有據這樣做下去 這個很取決於香港的美國駐的總領事 就是怎樣去回答美國國務院那方面的事情 我來看就相當不樂觀 其實看一看這幾天 就真的 阿爺能否勒得住香港這幫外國分子 即是工聯會 即是那些 那些 香港極左那些大哥 我真的叫聲大哥 看他能否勒得住 即是你這幫大哥 我每次表現自己多忠心多惡國 每次衝出來的 一衝太前的話 嗯 衝太前的話 對香港是相當大的衝擊 但是你說至於會不會去到說 即是斷聯系匯率 斷不斷聯系匯率呢 是香港政府的事 至於美國會不會 因為這樣停用 不讓香港所有銀行用SWIF系統呢 我想現階段是未至於 即是所以 大家也都不用這麼怕著 即是要怕的事情要擔心的 我較早前已經和你提了的了 即是你這麼擔心的 你真的這麼擔心的 很多銀行在香港 趁現在還是很方便 現在美元和港幣掛鉤的 那你就轉了一批港幣去美元 甚至開一個離岸戶口 不是很多錢而已 那你其實沒有影響得對自己 那你只要安心點這樣解釋 即是這件事 即是看你個人啦 你自己認為很有上心 不用怕的 那就不怕了 總之要淡定 現階段 就... 我也都真是... 苦口婆心啊 也都真是希望 香港... 香港那幫外國人士 有很多事情 激情觸在手裡 真的會化為灰準 反而藏在心裡面 會力久藏身 力久藏身 力久藏身的 外國 除非你有任何... 你有自己個人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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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目的 其實可以藏在心裡面 不需要... 這麼積極去表現 不需要走到這麼前 跟車這麼貼的話 炒開上來很嚴重的 這件事是不是北京所見所落見的 真的沒有人知道 是不是 但是呢 你這樣造成一個傷害的話 就非常顯而易見的 對香港的 其實是反擊基本法23條 其實3月底呢 美國國務卿已經提過 會制裁鎮壓香港的一些官員 還有香港駐美金貿易辦 撕銷這個優惠的待遇 這個法案已經是... 怎麼說通過了 美國有一個會員會 全票通過 民主黨和共和黨 全票通過了 沒有一個反對 這些法案都有過的 現在看到23條號 似乎香港這邊沒有 針對23條的抓人 或者一些行動 其實現在是不是暫時 顯示著美國說 要鴛鴦對香港一些政策的改變 都是社會說 看著香港的觀察 看著那些官員怎麼做 這個時候 擺明就是了 所以現在不止 這次這個什麼智庫的報告呢 一旦美國政府是觀察著香港的官員 到現在呢 三條都高高舉 現在輕輕放下 就看過 但我都說了 要看那個所謂的個案 就是一個所謂勉強的個案 就是那個英國回來 曾經在英國發表一些 港獨言論 回來探過媽媽的時候 抓了 現在第一單這樣 這單都不是很足夠去表達到 這個什麼所謂的 《二三條立法》的事情 其實現在 美國官方在看香港的官方 而這份智庫這樣出出來的話 就其實真的好看下 你香港政府很好 還有我也說 你真的看下 這期有沒有那些 真是外國人 試著走上去 滋擾美國領事館 那下一步就開始理會了 因為他 我先解釋了 我不想再說 就是他看東西的角度 和我們一般人看東西的角度 會不同的 但這件事 真的會影響到香港的未來 就看下怎麼發展 是不是 其實有些人是真的襯下香港 香港人 最關乎香港人的一個 就是拿美國的簽證 那這個簽證會不會受到影響 所以有些人 一定會受影響的 一定會受影響的 不用想的了 必然會受影響的 這件事是最簡單的 還有這件事是傷害性最少 傷害性最少 就是較早前 我一直擔心 就說你這樣怠慢布林彭 我覺得他一定會出手 會不會搞一搞 大陸也好 香港也好 一些二、三線的銀行那裡搞一搞 但是現在呢 就比較上是靜了 靜了 我不知道這個靜呢 就是美國是想敷衍了事 還是山羽肉來 不知道 不知道 就看大陸現在接下來的表現是怎麼樣 那我想都有一段期間 又會突然間會來的 但是現在你自負出這個報告這個說法呢 是相當不利的 就是不尋常的 這件事 就是給我的感覺就是 就是你香港這幫你真的要醒醒醒醒醒的 就是你令到你香港和美加爾有疾愛的話呢 對香港這幫小人都很大影響 隊友 石高我們跟蹤一下習近平訪問歐洲的情況好嗎 好 一個焦點 大家都很關注他的太太彭麗媛湖 說她出風途啦 世界媒體也高度去關注啦 事關最近有一個傳聞 傳聞嘛 她是進入中央軍委裡面 那個人事考評委員會的職責 也都中共的三中全會7月份會召開 也都全民集的彭麗媛可能會入國 那現在這次出到歐洲 彭麗媛被高度關注 就是他的風土蓋過習近平 所以我也是這樣 這個花朔是不是覺得也都是中共 有意要特地這樣製作 而且也都會彭麗媛入國去做事呢? 你講的其實是兩個問題來的 老師 我先講一下習近平這個歐洲之行 他的目的 還有他達不達到這個目的 習近平歐洲三國行就是法國 蔡爾維亞和匈牙利 其實他的重頭戲就一定是法國 為什麼訪問法國呢? 早前我已經講過了 因為法國是一個 在歐洲舉足輕重的一個領袖國 一個法德英 基本上歐洲是看這三個國家為主的 法國長期的大國樂主義呢 就想撇開美國 自己走歐洲那一套的嘛 但是他們就永遠不想 你真的出什麼事 美國就要出去捱 包括你戴高樂也是的 二戰的時候 你就被人打到一扣一扣 在英國的卵液之下 維持著你那個政府和維其政府 美國 法國的維其政府在這裡對抗而已 就是已經做過亡國了 但是戴高樂呢 是一個法國來講比較上一個 看得多遠的一個政治家來的 你講到戴高樂呢 我想講一點點歷史背景 戴高樂跟台灣的蔣介石呢 其實雙方是色彥雄中英雄的 在1971年那時候 70年左右那時候 國府要退出聯合國啦 當時法國是有提案的 還有法國和大陸這個建交 和中共建交的時候呢 其實法國是私底下 通知了中華民國政府 他叫中華民國政府繼續 那個辦事處 那個外交易員繼續留在法國那裡 因為法國是提倡我自由主義的嘛 是一個法原地來的嘛 他說繼續 我們可以搞雙重承認 好像德國啊 好像韓國那樣 南北韓 東西德那樣 他承認 只不過當時的蔣介石呢 就說漢囑不兩立啊 大家知道後夜發展啊 那麼拒絕了 有你沒有我你承認不得去啊 我啊我就跟你斷交 甚至去到聯合國 退出聯合國那時候都是的 法國是提出過 中華民國 這個是因為聯合國的始創國來的 你是離開安理會 就是找中共代替你這個安理會的席位 但是呢 中華民國依然留在聯合國 你做普通會員 就是發覺當時是在說兩個中國的 也都是被老長攔截了 是漢囑不兩立 何而不偏安 那麼這件事是適合與錯呢 就很值得後人去爭論的 我只是說一件事就是 無論你當時怎麼決定 能夠等的是中共 不是台灣 就是中共如果是這樣 中共都不會接受的 大家不要誤會 你發覺想說兩個中國啊 不見得中共會接受 中共會遲些才跟你建交啦 你除非一定要斷了跟台灣的邦交 趕去代表離開法國 趕去代表離開聯合國 我就才跟你建交 中共有權等 台灣等不到 當時 其實事實就是這樣 所以不要罵蔣介石什麼什麼 就是這件事 這件事其實是你現實一點來看的 政治就是這樣 好了 言歸正傳 說回法國這個什麼問題 就是習近平去法國 兩樣目的而已 第一樣 就希望 中法之間大家和好如初 加強中法的關係 就希望法國 就不要那麼受美國的影響 那就不要經常聽美國人知道 就是多一點和我們溝通溝通 多一點我們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就好像核電廠啊 發個紅酒啊 發個美食啊 哎呀你喜歡來多少啊 我們照收 怎麼知道 幫助你的經濟啊 總之你和我們建交有一個好處 但是法國的立場來說呢 哇 你擺這麼多什麼 就是電動車在我門口已經有 五萬架已經在荷蘭那個倉那裡 擺在那裡 我上次已經說了 喂 德國的Benz啊 寶曼當然不怕你啦 那幫人 就是那些用戶 就不會買其他車 但是你 那些中下輛車 在歐洲的中下輛車市場 第一件事想到是標誌 雪鐵路 是不是啊 一天想到這些車 法國當然是害怕啦 你的價錢又便宜 因為你政府補貼嘛 你的功能又更 真的好 真的好的 是除了有某幾款呢 一著火的時候呢 那個自動門呢 電動門呢 不懂得開 沒有了機件開 會在車裡面燒死 是有這些安全問題之碼 那法國來說當然是不滿意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習近平也知道 這次去歐洲行 馮德萊恩很強勢地坐在那裡 馬克龍和習近平一張圓袋 就不是一個四方桌 分贓限 他就是圓袋 大家這麼高這麼大 馮德萊恩非常強硬 兩件事 第一個就說 武會戰爭中國的立場 你一定要停止所有的 對俄羅斯的一切支援 除了殺人的武器之外 你其他的關係到 軍事上面的 輔助性的工業都不可以支援 那這個鄭安平當然是要是啦 跟你說沒有沒有這樣的事 我理會我理會 沒有沒有這樣的事之類 那至於他說那個 反傾銷的東西 就是你馮德萊恩講得明白就不可以 不行 就是其實說真的 就是單純看法國這一行話 習近平是不是失敗呢 我不敢說 因為我人在香港 但是肯定拿不到 拿不到好處 而馬克龍是表面實 又招待你去那個 比利尤斯山區呀 這個 就是那個附近有個叫安道爾的韓國 就是去韓國的歐洲那個小國來的 就是在隔壁 再跨過比利尤斯山區 那裏呢就有一個巴斯克地區的 就是香港有個甜品很出名的 巴斯克芝士蛋糕呢 很容易做的 挺好吃的 就是那裏風景很漂亮呀 山區的風景 那 雖然搞得好像很親密那樣 其實馬克龍呢 就現在呢 籌罪滿致 他看到拜登為了競選 來扣著烏克蘭那些武器幾個月 現在這樣慢慢訂出去 所以法國有你 沒你 佔了先機 不用等你其他人同意 自己其實 法國已經派了兵 我已經講強調 派了兵去奧德薩 不用多了 這個其實要讚馬克龍的 這個東西他是多聰明的 一夜 不多說 一夜派了兵 好像派了一千人而已嘛 他用最少的軍事代價 是已經馬上立刻拿回裝來做 你不像德國佬那樣 真是愚蠢得交官的 現在他才聰明的 哇 法國原來去了 那我們就開始吹雞去查看兵 德國是出了兵 但是他派了兵去愛沙尼亞而已 不是 去了立陶宛 去了立陶宛 愛沙尼亞是英軍 英軍在這裡 但是你真的進去烏克蘭境外就是法軍 去奧德薩 這個東西聰明的 為什麼其他歐洲的列強開始派兵 又去烏克蘭 他不是參戰 他是幫烏克蘭防守 然後等烏克蘭騰出更多的兵力 去反擊俄羅斯 因為現在呢 那些武器開始來了 什麼F-16啊 什麼之前拜登講的什麼 什麼M-1啊 什麼炮一炮二坦克啊 來了 受訓完了 我都說他要轉動這個時間呢 就是說 總之八九月是打到俄羅斯 無論怎樣 一定要上騰判台 快快去結束戰爭 他才有機會贏到年尾那場選戰 他擺明的了 這件事 但是法國真是好東西 趁機這個時間 時間出了手 那他當然希望中國 說馮德萊恩也要求中國 你不要再插手了 中國也看到情況是這樣 他就以為是很好 我們會 他沒有趕死的 我會支持正義的一方 就是誰是正義的一方 任你講的 講得很滑滑的 就是攻你贏自我輸的那一隻 總之他是進去不了的 至於他那些什麼 蔡爾維亞或者匈牙利啊 這兩個人在歐洲裏面比較親俄羅斯的國家 那現在其實呢 站平這情 他經常想表現 告訴歐洲聽 告訴法國聽 我其實呢 我不是站在俄羅斯那邊的 但是正正你訪問這兩個國家 你看他講什麼表現的話 基本上 現在你擺明的一件事 以逢得萊恩為首 歐盟 或者法國本身 是對你在這個很戰爭的立場來說呢 你的態度不堅決 就是反俄的態度不是很堅決 這件事是釘在板上 這件事無論你 你怎麼考試漁皇 你怎麼去解釋 其實是 不是很打得掉 就是人家看得通你的棋 不是這麼容易脫掉這種形象 好了 至於 Rusi你提到的第二件事 也都說這一情 哇 范麗媛 很吸引喔 怎麼怎麼問 是不是中共故意的呢 首先我不認為是故意的 就是國家元首出外訪問 就是元首夫人的所謂夫人行程的話呢 其實本身是一個新聞價值 無需要刻不刻意 而只不過說不是啊 過去那幾任啊 都沒有這麼高調 因為過去那幾任的國家元首 真是老實說不是很見得人嘛 胡錦濤的夫人叫什麼名字 已經不記得了 江澤民夫人王野平 你看她出來 已經有寒寒地背 就是好像那個村姑一樣 就是那個形象不是這麼smart 是不是啊 胡錦濤的態度也都形象不是這麼smart 彭麗媛的形象是smart的 是smart的 當然啦 你和宋美玲比搶天共地啦 人家是宋美玲大家龜秀 英文呆呆聲 夫人外家歷史上面有名的啦 好了 至於很多人推敲了一件事 因為 在彭麗媛出訪這個法國的時候呢 在香港的星島日報 就出了一段新聞 就說剛才Lucy也提過的 就是彭麗媛呢 就用一個所謂解放軍那個所謂人事 人事那個什麼 就是關管人事的部門的 主任的身份這樣 在照片那裡流了一句話下來 就是當然是舉小 舉小觸目啦 我教章現在說了 三中全會 彭麗媛不進到政治局 就是很多人都在看著這件事 首先說一件事 在政治學上面呢 有很多東西很有趣的 譬如說 你想 就是改裝他的那個窗口 你想改裝他的門 他怎麼都不肯 那裡有什麼風水啊 一定要窗口 一定要幾尺成幾尺 到門要幾寸成幾寸 就是你不可以這樣動的 但是當你跟他說 不是啊 如果你不改的話呢 我會擦個天花板 全屋改造 嘩 這樣嗎 算了算了 你改了 那道窗你喜歡怎麼動 那道門你喜歡怎麼動 我怎麼動 政治上面有這件事是玩法的 行李門 會不會安排進去 三中全會被安排進去政治局 現在習近平的立場來說 百分之一百上 因為彭麗媛那個 那個真是幫到他手的 我已經講過了 在政治局上面 有25個 政治局委員裡面 常委裡面 政治局委員裡面 現在沒有個女性的 彭麗媛是個女性的 也是得到習近平的相應 也都可以幫習近平 分擔到一些文宣上面的 文藝文書上面的工作 現在也是暫平極度上任的人 去呼人 對不對 我們足夠說 但是你怎麼安排進去三中全會呢 你要成為政治局委員 首先你要成為一個政治局後補委員 對不對 你一定要後補 因為它是逐級升的 它是按次序的 第一後補 第二後補 第三後補 當政治局有空缺的 最開心的當然是第一後補 現在沒有了秦剛 沒有了李常福 再加上這次有24個而已 本來有25個 即是有三個 後補 後補順衛那三個 就肯定入硬的 理論上 對不對 根據中共過去的傳統 理論上這三個人 ABC到你了 輪都輪到你了 排隊而已 輪之排輩 終於到了 但是一說輪之一 彭麗媛最主要的問題 他連政治局後補委員都不是 這樣如果你 彭麗媛三中全會的時候 空降下去 入政治局 行不行呢 為什麼不行呢 現在是習近平 習近平主要的 你知不知道 講講講講 現在大陸不是很流行 在新華門上有幾個字叫做為人民服務的 在各國的省政機關裏面 都叫做為人民服務 是不是 現在有些改動 大家知不知道 叫做為大局服務 為大局服務 聽清楚 為人民服務 改了一點點為大局服務 為大局服務 和為人民服務 有什麼分別呢 知不知道 一講到大局 大局為重 凡是任何人跟你說大局為重 背後的意思是什麼 叫你犧牲個人利益 知不知道 所以說 是 中共的黨章 講到明的 stand by的 Doremi 誰下來了 瓜佬襯也好 因為自己個人行為也好 政治局委員被人拔走了 空決就是Doremi Doremi 發蘇 逐國上來 但是這樣空抗彭麗媛行不行呢 喂 現在我們今上千載難逢的一個領導人物 是一個定海神針的作用 為民族復興 對不對 為百年來難得的機遇 對不對 那 大家是不是應該為了這個大局著想 彭麗媛就是我們第一夫人 是不是可以破格地去打尖入政治局呢 大家猜猜 如果你問我 為什麼不行呢 為什麼不行呢 當他提出為大局著想 代替為人民服務的話 為什麼不行呢 對不對 至於他這樣做 最生氣的是誰呢 當然是那個Doremi 喂大哥 我排隊排到現在 到我的 就是被人打尖那個 跟著來那個 那三個肯定是生氣的 本來Doremi 咪是可以的 現在三個 現在有人咪 突然說 你再坐一回 但願能再坐一回 江美雲有首歌 真的 變成要再坐一回 你想想那個人是否生氣的 我相信 一定有補償給他的 要是跟他講好數 要是補償有兩種 要是我給你出任哪個地方的頭 要是說 要是叫中紀委 我查到你 就不知道 某年某月某日 你收受了別人多少多少多少 就是那一隻咯 是不是 你都好像不太適合做第三順位那個 就是那隻咯 一定可以的 至於為什麼他漏這個 軍委會裡面這個 恩選人才的主任那個單位 這個姿勢可不重要 當然是緊要啦 你稍微有些歷史上認識的人 你都知道軍方的兩個部門 歷史裡面中環幾千年 軍方兩個部門是最重要的 武備師 就是慢武器那個 那個是肥仔水 一個是恩選師 就是提拔人才的 現在彭麗媛就是恩選師那個人 提拔人才嘛 大家有沒有留意一件事 這一年半左右 山東地區的同志 升官的多了很多 留意一下 我們彭麥麥就是山東人 很巧合啊 就是這些 內舉不避親 外舉不避親 內舉不避嫌 就是人家山東人有這個能力的 當然要上位了 但是這樣巧合而已 我只是這樣說 就是你上得這個位 管得這個的 同樣的 在軍方裡面 你猜有沒有人出聲呢 喂 彭麗媛被當過一日兵 大家都知道 是軍隊民工團而已 你嚇什麼笑張瞎 但是你 難聽說 你槍都沒有抬過幾把 打過把都不知道 打過把沒有 就是 就是民工團的代表 以這個什麼身份 你笑張的嘛 是不是呢 穿件軍服 就是軍方一定有人提意見的 大哥 你這樣 不多對陸 但是問題就是 他老公 習近平 是軍委主席的嘛 就是我已經有說回 之前那個理論 就是會不會就說 嘩大哥 你這樣安排在軍隊裡面 軍隊裡面 軍隊裡面就是個人心亡 山東 山東系的將軍 山東系的將軍 當然是陰陰笑 嘩 這次發達了 無緣無故 是不是 就是老系軍隊 齊佬軍隊 開心屁了 這次還不擲職 會不會是 這樣扔出來 要不呢 就是在三張全會裡面 就大家將就將就 給我老婆 就一個空降 這樣進一進局 要不就說 他用破格這樣 在解放軍做這個位置 那你來選了 你起碼來講 軍方裡面呢 看到這樣的形勢的話 他肯定都會支持習近平 是不是 軍隊裡面 誰控制那個人事人面的 大哥 那當然要緊要啦 這個不用想啦 是吧 所以就扔這件事出來 那就大家將就啦 所以如果照這個形勢推出來 那彭麗媛入局的機會 就相當大了 入這個政治局 就是7月開的三中全會 相當大了 這個機會 就是這件事下下出來 那沒什麼到時都後 那他就退出來而已 他說這個CAP訊寫錯 不行啊 可以的嘛 是不是 這步棋是相當高明的 相當高明的 我始終講一句 你說這個彭麗媛 進去做政治局 就是剛稱第二 那對彭麗媛來講 是一個很不公平的 就是歷史不可以這樣去做一個 做一個類比性的 我覺得 你除非他真的有 真聞實據說他的言行 跟江青當年的一模一樣 那時候才算 但是現階段你這樣說 他進去一定是做江青的了 那就是不對的 就是我會覺得 就是我們各個新聞工作者 他還沒做到那個階段 你就不可以猜 他這樣做一定會這麼密密密的 不可以 到他真的做到那個階段 我們才出聲 真是 但是現在看這個什麼形勢呢 這個什麼形勢呢 我覺得7月的時候 或者今年年中呢 彭麥媛進去政治局的機會是相當大的 就是他這樣的部署 這樣玩得 如果他玩得的話就 相當近似 就是用一種所謂的政治手腕 來這樣安排 但是我提醒大家 正如我已經說了 中共的入政治局呢 它有一個程序的 正如我所說的 你有空缺的就有道理沒有後補 這個是走了70多年的了 他建黨到現在都是這樣的 都是這樣做的 好了 問題就是如果習近平用這種方法 連這個制度都改變了 我不是說推翻了 改變 因時制宜的改變 這樣這個效果 跟他幾年前 就將這個總書記 終身制 的效果是一模一樣的 很多人說 喂這個 這個 這個 做中家法 不可以改變 我們今天的習主席 是天理不足矩 做中不足法 對不對 但是這樣最大的衝擊就是 就是說 你中共那個傳統 如果這樣改變的話 會不會引起黨裡面 新一輪的波蘭呢 這件事是 是一個非常大的隱憂來的 就變成說 就 好像以前那些 就是我們讀歷史的時候看到那些 是一個 帝制時期這樣的做法 就是 浸積天下 那為什麼 彭麗媛入局 對習近平來說這麼重要呢 如果習主席連這件事可以 做中不足法 這個 黨章 黨章不足 他就是這樣做的話 再深遠一點去看 如果他要保證自己八年之後 沒有人站出來 向他邊施的 最可靠最可靠 是用他自己的親人 他的子女 去繼承他的大衛 而他的問題就是 他的子女繼承大衛 在軍隊裡面 在黨裡面 是不夠威信的話 就必須要有一個 很有威信的太后 在後面保住他過關 對不對 對嗎 你這樣去想的話 你裡面可以看到 咦 可能習主席 真的很高瞻遠足 心謀遠慮 因為在隔離 隔離一個地方 要朝鮮 你看看金主愛 金公主 已經出來了 是不是 可能呢 會不會去你 私底下通過電話 喂 阿肥仔阿金將軍 你扔阿金主愛出來 看看你的人民 會不會結衣格 會不會這麼多的聲音 你看到效果 咦 朝鮮人民都很接受這件事 中國人民不知道 又接不接受呢 會不會有些什麼呢 不奇怪的 就是很多時候 在中國這片土地上面 很有趣的 很多時候 兜兜轉圈 走出來 驗身的 只不過我們作為一個 新聞工作者 我們會看到一件事 說你這樣 黨章 如果你說 就是這些 第一順委第二順委 哎 可以不用理會 怎樣怎樣 這樣 那個衝擊呢 是對 對共產黨本身 也都會有影響的 就是說你的黨章 原來是可以 因人而異 可以隨便地改的 那有個黨章 還有沒有權威性呢 今天你 習近平可以改得 明天有個陳近平可以改得 後天有個陳近藍也可以改得 跟著葵小波也可以改得 是不是 所以說 為什麼我們經常都說 歷史上很多事情 是會重蹈覆轍的 就是 當然 在習近平本身的立場來說 他有一種高高在上的人 那種恐懼 那種孤獨感 他很怕別人 退化 他看到壽西斯股 他看到卡達菲 他看到侯彩欣 那些所謂的獨裁者 他那些下場 他可能本身 很害怕很害怕 很焦慮 從而呢 他想一些事情 如何確保 他不會被人 這樣對待 這樣變適 這樣 他可能 就是彈精協力 他想了很多事情 但是呢 想來想去 可能是 就是他身邊呢 全部都是他的秘書 秘書出身的人 就是外面的人 說什麼什麼 六個小矮人 怎麼說 那不是 那些都是國家的結束人才來的 就是 但是有一個特色 大家看到 這些人很多都是他的 習近平是秘書出身 跟著他的出身人 這些人的特色是什麼呢 永遠都是順從習老闆的意思 秘書的特徵就是順從老闆的意思 縱然老闆是錯的 他都先走了 所以買西瓜哲學 明知 東門沒有西瓜買的 主席叫我去東門買的 他都不會出聲 去了東門買 結果買不到西瓜回來 因為主席拍台拍燈 叫你買西瓜 你都買不到的 你辦事不力 冰屎逼力 啊 有此理 我現在學到非常口渴 想我買個西瓜架子 你這樣都幫不到 要他來幹什麼 那你罵到你狗血臨頭 但是在五夜夢迴呢 就是叫Lucy去買 去西門買西瓜 去東門買西瓜 Lucy就聰了 東門哪有西瓜 西門日監事有西瓜 我剛剛見過小班在那裡 買了西瓜 主席 啊Lucy辦事就聰明了 啊 真是幫我解決問題了 但是一到五夜夢迴 他想回頭 喂 四海 辦事是沒有什麼能力 但是他去中心啊 我叫他走東又不敢走西啊 Lucy不是啊 我叫他去東去了西啊 嘩 那你猜 之後的結果是怎樣呢 誰會被抄家呢 是不是 這些呢 秘書很了解這套賣西瓜哲學的 非常了解的 所以我基本上都可以判斷到 現在習近平身邊呢 是沒有什麼人敢押去 提一個什麼意見出來 你這樣做可能會這樣做 因為誰敢提的話呢 主席可能覺得 你是不是不餓啊 你不是想和我不行一致呢 你不是想阻礙偉大民族復興 和想錯過這個八年以來的大機遇啊 嘩大哥這頂帽誰敢戴啊 對不對啊 所以我們看到的 就是你問我個人的話 彭麗媛在三中全會能不能進去的話呢 我基本上由他現在出訪這個法國的安排 和星都日報這個空月來風 這個什麼caption 這個風聲這樣吹出來呢 我夠膽講 彭麗媛7月三中全會入局的機會是相當大 相當相當大 這個是部署了 那立志全長可能我看錯 我可能我看錯的啊 我講明一下 因為 喂 宮廷 宮廷鬥爭 慧莫如心 大哥 我是編劇來的而已 就是我編過《公心計》 如果我是編劇的話呢 我就會這樣編了 就是這樣去部署下去了 至於你說黨綱不容許嘛 黨章寫明過 第一順位第二順位第三順位 就是這樣想嘛 怎麼容許有人打尖啊 我承認的 我同意的 這個我絕對同意 剛剛也寫到要隔代接班的嘛 老師是不是這麼說 那現在 你說還有沒有隔代接班這件事啊 是不是 啊 所以說 我們的習主席 掌握著這個新時代 新領域 這個八年難得的機遇 掌握著偉大民族復興的核心要件 所以說沒問題 啊 浸積天下 沒所謂的 我覺得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是不是 這個就是power嘛 是不是 所以說大家 啊 看戲啦 香港人做不到任何事情的 做不到任何事情的 是不是 至於你說 喂 就是彭麗媛做了 會不會做了江青第二呢 怎麼都麻煩 做了才算啦 是不是 對不對 怎麼看江青 這樣會做這些惡行事呢 是不是 就是一個人 會變成怎樣 就看看掌握了權力之後 那個樣子會變成怎樣 現在你說這些是無謂的 是不是 OK 嗯 那江青呢 其實他也是政治局會的 那現在彭麗媛呢 連中央號部會員都不起 中央會員有二百年五個 那現在彭麗媛二百年五分之一都不起 他要進身去中央會員 然後再做政治局會員 政治局會員有25個 那現在可能胡春說不起啦 可能秦剛幾個呢 除了沒有可能只剩下22個左右了 所以他要進入一個更高職位的政治局級 就是副國級的那個職位呢 還要跳幾級才可以 剛剛社會 這樣啊 現在是因為剛剛之後呢 他犯了很大的錯誤 他影響了我們毛主席 發動那個 四人幫發動這個文化大革命 迫害了很多的黨內的同志 是犯了這個滔天大罪 他不是這個什麼人 不是不是不是 你看他多賜場 多賢慈 是不是 看個樣子 挺好的人 一看他的樣子就知道他很淫 是不是很好淫啊? 有沒有可能他就不是說太好 他就去習近平培養的接班人? 不是太好? 我剛才已經講了 我用編劇的角度 他提拔彭麗媛 他的目的不是找彭麗媛做接班人 而是找彭麗媛做一個攝政王的身份 去保護他的接班人 明白嗎? 明白嗎? 這個是太后來的 這個是孝庄皇后來的 他要去保障下一個康熙的出現 而這個康熙保證是不會推翻習近平的一切政策 最好就像朝鮮金家那樣 一代一代 世代相傳 紫子孫孫無窮無盡 最好是這樣就安全了 是不是? 紫子孫瑰均工。 講真的 不奇怪的 因爲隧習主席雖然是龍精虎猛 但畢竟是70高手 那個剪秋高手來 是不是?就是人到七十股来稀嘛 就是你为了这件事安排定一些 一些中国的未来的出路的话 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行为来的 非常负责任的 就是只不过就是现在那个所谓的 他的继任人选 他的继任人选 最大事的一件事就是说 你在军队里面你在政治上面是根基非常浅 他看到这些 所以他没办法不找一个太后级的人 有分量的人去保护住他的继任人嘛 明不明啊? 如果你今时今日不去立太子的话 会有什么情况出现呢? 在剧本里面这样写 一定是狗黄夺的嘛 必然的嘛 谁不想做主席现在这个位子啊? 权力大无限制 无需负责任啊 看上去好似 是不是? 谁不想做主席现在这个位子 再搞什么以前那些 每人做十年间的隔代接班 不要啦 乱呀国家会 现在不是多好? 一尊独大 就是锁人啊 向着太阳 为人类指明方向 开心不开心啊? 所以 所以 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的话 你还有不可能走回头 哎呀我们走回去以前 邓小平和邓小平的隔代接班 行不行啊? 稍为老根成熟一点 都会少少跟你说 小朋友 不要想着可以回头了 不可能的 不可能 但是 任何人 在习近平千秋之后 任何下一个接任的人 只会被 现在的人 拿更多更多的权 是不会再放出来 记住我这件事 这个历史 是永远是这样 向这个方向走 哎呀会不会出一个 戈尔巴吉夫 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 吃多碗面啦 你肚饿是不是? 不要想那么多东西 吃饱就睡觉咯 哪里到我来想啊 只不过现在呢 就有看彭丽媛 她是一个校装的角色 她是赞瓶萍培养 是一个校装王后的角色 真真正正接班的 就一定是赞明澤 如果你这样的部署 你最安... 事实上 你是最安全的 你说不是啊 现在阿习手下 阿丁咯咯 阿蔡咯咯那些 都可以接到的 我笑一笑 看看到时他还有没有命先啦 你现在你这么高调 是吧 真是 最安全的 一定是去习家接班 你永远... 你的东西想回头 是不是? 最安全的 一定是去习士 习士忠亲 这个是黄金家做的嘛 你说到时... 喂... 为什么天下一定去习家说了事? 那都时你定点 到时定后呢 就一定有些文人呢 就帮他说 帮他去收屎 说这个... 哇... 习近平出生的时候 天降异常 是吗? 有只大鹏鸟 在他屋顶里 阿菲过 他妈妈在发梦的时候 就生了一粒金蛋 哎呀... 所以... 金蛋掉到地上 一声碎了 哎呀... 习近平呢 就堕地一声哭 啊... 民族又千古出一帝 就这样 这些文章 你看回历史 大把啦 你不怕啊 大把 大把文人识识这些 一定会的 啊... 到时有谁接任的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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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梦见... 啊... 有只大红猫 就... 就... 就不知为什么 啊... 啊... 他生了出来 那只红猫是七彩的 你编的而已 作的而已 你放心啊 大把人会做这些事情 真的不用担心啊 大家 就是你... 香港人我觉得是 你当看电影啦 我...我...我希望 我...我今天呢 是... 是用編剧的角度 去看这件事的 就是你说 哎...如果我写这个剧本 我就会这样写的 就是... 那些观众会喜欢看的 就是... 那些观众 就是有一个戏剧的效果出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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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样的角度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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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月旦朝政啊 大佬...阿里陀佛 阿里陀佛 阿里陀佛...阿里陀佛 那...那... eh... 嗯... 和... 这次放生呢是... 嗯... 比较有点独特的 所以... 就...希望大家都能够... 抄空附勇去出席... 呃...這個... 那... 这样的放生活动 好! 中文字幕——YK